氣象局最新的風場預報顯示圖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菲律賓東方有一個低氣壓正在生成 那預報員也說 其實下個禮拜二、禮拜三 菲律賓東方海面 可能會有一個熱帶系統發展 那也不排除會有颱風生成的可能性 雖然說在東北激風的缺拭之下 颱風多半的是會直接北轉到日本去 或者是往西通過菲律賓 接近台灣的機會其實不大 可是萬一這颱風是在東北激風 減弱之後來靠近 就有可能會影響台灣 好 但是大家還是很關心今天的天氣 其實北部地區的朋友 在昨天你應該都感受到明顯的天氣變化 天氣真的變得比較涼一點 我們要透過電氣圖帶大家來看 其實今天同樣是持續受到了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東北部 這個天氣還是比較涼一些 新城北部還有東北部低溫 大約是16、17度 那其他地方是有18到20度 那麼到了白天 其實北台灣還是會比較涼一些 桃園以北高溫大概只有20度左右 那竹苗還有儀花大約是22到24度 但是其他的地方其實就會比較舒適一些 高溫有機會來到29度 另外呢大家就比較關心 這颱風是不是要來了 確實喔 剛剛也問您提到了 這確實在菲律賓東方是有一個低壓症在生成 那甚至不排除會有這個颱風生成的可能 但是呢在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呢 影響台灣的機會不會太高 可是剛剛也提到了 萬一這東北季風減弱之後靠近 就有可能會影響台灣 可是這時間大概還有一個禮拜左右 它的持續變化 大家還是可以來關心 那另外定樣降雨的部分也要看到 其實今天水氣可以看到 比較集中的是在東半部 還有北部地區 因為今天迎風面東半部地區呢 還有桃園以北啊 都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像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 更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但是與其他的地區都是多雲道晴 天氣其實還不差 不過呢在中午過後 西半部的山區 你還是比較注意啦 還是有局部短暫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離島像是金門跟馬祖 還是有局部霧跟低雲 有機會來影響這個能見度 所以離島地區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一整個禮拜天氣變化帶你來看到 其實呢明天 禮拜天一直到這個下個禮拜二 東北季風是比較弱一些的 那地面也吹起偏南風 所以其實呢 在禮拜天還有禮拜一 這個白天會比較舒適 甚至會有一點熱 你還會覺得說是不是 夏天的感覺又回來了 可是呢在西半部的日夜 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就要比較留意一下囉 但是呢可以看到 這禮拜二到禮拜三中間 這個高溫往下下降了6度 因為又有一道封面要來通過了 東北季風增強 所以北部啊 東半部地區還有中南部山區 又還是會有一些水氣要注意 尤其是禮拜三 會明顯感受到涼液 而這樣的天氣 其實會一直影響到 禮拜四禮拜五 你可以看到都是下雨的狀況 而且這個體感溫度上 還是比較涼一些的 尤其是北台灣地區 你的感受會比較明顯 所以提醒大家了 這保暖要做好 雨具也要記得攜帶 這天氣訊息要提供給您 。 dairy 財este 平 雜財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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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